新一届电影节,我凭借文艺片提名最佳男主角。 一坐下来,周围的人都在恭喜我,表面上我非常冷静。 可内心,我已经等这一刻很久了。 灯光暗下来,主持人正在宣布,我的眼神从淡定到错愕。 我看着后面大屏幕赫然放着另一部电影。 男主角是刚出道的新人情手。 今年我28岁,他20岁。 随后全场喝彩,他站起来,路过我的时候,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我在他身上闻到了一股独特的气味。 是我夜里魂牵梦吟的味道。 散场以后,我换好衣服从休息室出来。 前面两个艺人正在说着我的八卦。 不是我说,这个情手可真是好运啊。 一出道,就被那位纪小姐看中,一致千斤地砸出一条罗马大道。 你看那个乌宇,他一个平民哭出来的男人。 能走到这一步还不知足。 我看他刚才脸都绿了。 我听着这两个人嘲讽我的口气和刚才在座位上恭维我的判若两人。 我转到去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情手正在让助理补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眉眼和过去的,我有几分相似。 吴先生,抱歉,今天我抢了你的最佳男主角。 他说起这话的时候,毫无歉意。 故意在我面前炫耀自己西装上的胸针。 那是纪小姐的藏品,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芒。 是纪小姐允诺过,送给我的。 情手是他心捧的一人,我之前丝毫没有在意。 他这样身价的女人不会,只有我一个男人。 那些人,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掀不起什么波浪。 但这次,我心慌地望着情手。 满脸的胶原蛋白,和我眼角处不易察觉的皱纹对比。 我到停车场的时候,看见一辆熟悉的车,我控制不住地走过去。 驾驶座的人降下车窗冲我打招呼。 吴先生,那些酸涩被此刻的欣喜抹平。 我没有看见司机意味不明的眼神和他难以说出的下一句。 我刚要去后面拉开车门。 后车坐的窗户落下,情手满脸笑意地看着我。 吴先生,不好意思。 曾经这辆车是纪小姐为了我专门配备的。 等车走远以后,经纪人从保姆车里下来。 他见我这副模样,也忍不住地提醒我。 这圈子里,没了纪小姐,你什么都不是。 新人更迭快,你还要耍脾气到什么时候? 和纪小姐去认个错,像以前一样就过去了。 我没有耍脾气,我只是说错了一句话而已。 情手得奖消息在热搜挂了三天,而我又一次陪跑。 我进圈子里这么多年,就想等着这一刻让我得到真正的荣耀。 借此获得真正的自由,可是毁掉这一切却非常容易。 我全部的通告都停掉了。 纪小姐,是我的金主,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疯狂地给她打电话,没有人接,最后她,实在是厌烦了吧。 助理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晚上十点,春风圆。 我精心打扮,穿上最光鲜亮丽的西装革履。 敲门的时候,是一个女佣过来开门。 吴先生,纪小姐在二楼。 我一步步地踏上去,却在到卧室门口的时候停住了。 嗯,女人克制的身影和男人沉重的呼吸声交融。 我冷着脸,握紧了拳头。 听够了吗? 纪小姐阴冷的声音传来。 我敲门将门打开。 她那雪白的后背将我眼神刺痛。 而禽手带着细血的笑,就这样看着我。 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呢? 纪小姐,你也不早说。 男人慢条斯理地将衣服穿上。 走到我面前要离开之前,用只有我听见的声音和我说。 乌云,我会取代你的位置。 那种圣者的样子让我作呕。 可我曾经何尝不是。 何尝不是因为纪小姐最爱我,而觉得洋洋得意。 我站在房间里,那骨子暧昧的味道还没散去。 她睡袍微微敞开,风情万种瘫倒在沙发上。 身上散发着糜烂又致命的忧香,味道和我记忆里的重叠。 半年前,我在床上勤动之时,说错了一句话。 随后她将我踹下去,并且警告我。 那时候我固执地认为,我是最特殊的一个,不肯退让。 而今日,站在这让我那日放话说,再也不会低头,显然成为一句笑话。 她看着我沉默不语,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轻笑一声。 乌云,这段时间,看来你还是不知道错。 我歪过头,恰好看见床单被乱成一团,那些撕开的套散落在地毯上。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将我拖到了浴室,放着水,把我按在浴缸里。 我可以反抗的,可是我在她面前,早就失去了抗拒的能力。 冰冷刺骨的冷水,将我整个身体都浇透了。 也让我真正地意识到,过去那些温柔,都是假的。 我做了一场梦,梦里,有一个爱我的人。 乌云,我能让你走到今日,也能让你回到那个地方。 我出生在一个贫民窟,得益于,我有一个长相艳丽的妈。 因此,我小时候就可见漂亮的雏形。 但是她干的却是下流生意,满节可知。 后来,我十八岁,她因为恩客不给钱,失手杀了人。 判刑那天我没去。 在酒吧打工的时候,我遇见了纪盈安,彼此她才在机家掌权。 豪门大户,她有很多气,无法发出去。 因此就会发泄在我的身上,可价格太高,我抵抗不了。 我这辈子最想要的,就是摆脱我的过去,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乌云是我遇见她以后,她给我改的名字,还改头换面地,给我安上了一个背景。 我的视线被眼泪浸湿,看不见眼前的模样。 身体的疼痛,早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分泌出来的荷尔蒙,让我产生了纪盈安喜欢我的错觉。 两久,她终于结束了发现,将我抱在床上,冷着脸告诉我。 再有一次,我不介意让你去三行去看一眼。 三行是我妈扶行的地方。 我抖了一下,在她离开这里以后,忍不住泪如雨下。 她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让我无法反抗,让我像狗一样地伺候她。 她开心,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她不开心,那些东西,我一个都留不住。 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买的小家。 温暖的白痴灯,让我咬紧了牙。 忍远,你难道要一辈子都受人掌控吗? 这份爱意,在自由面前不值一提。 我脱掉衣服,站在全身镜面前,看着自己身上的亲子。 第一次在酒吧遇见她的时候,她就我于水火,一次次地帮助我改头换面。 说来可笑,我没经历过爱,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所以,当我发现有些事情,她只会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以为那是独一无二的偏爱。 我踩着碎片走的那段路,突然有人给我穿上鞋,让我如何不动心。 可其实,那不过是养一只小鸟。 它举手之劳,开心的时候哄我的小把戏。 它在勾心斗角的生活里,留一个笼子,养着很听话的我。 独属于它的鸟。 半个月后,公司高层让我去开会。 会议室里,季银安身穿职业套装,戴着装饰性的金丝矿眼镜。 金贵的大小姐,掌门人,高座云台。 琴手坐在我的对面。 还有一些不红的二线小明星。 经纪人凑在我耳边说, 我知道季小姐对你已经有些缓和,等会说两句好听话。 我明面上没反驳,但我知道我做不到。 我还有一部电影,导演是个非常有节操的人, 当初是我自己面试面上的。 这部戏可以让我现在的形势扭转。 即使我失去了季银安这个靠山, 我还是可以有一线生计。 我掐着手心,不停地告诉自己。 却没想到,季银安根本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吴云,下部戏你不用去了,我让琴手顶你。 犹如一道天雷批的,我里外都催。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合同已经签了,为什么不去? 而且我和公司的合同已经到期。 续签合同,我还没有签字。 经纪人拽着我的衣服。 她不希望我反驳。 全场人脸色一变。 季银安是个霸道的君主, 容不得其他人打她的脸。 吴云,我会给你其他机会。 这部电影你拍不了。 她显然一锤定音。 我不肯让步。 陈导是什么样的人, 她亲自决定我是男主角。 当初合同签约很快, 突然换人,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吴云,你什么时候这么蠢。 随后,她拿出一份合同, 是一份新的, 禽手签了。 我坐在椅子上, 失魂落魄地看着她。 等所有人都出去以后, 季银安让我和禽手留在这里。 我忘了, 只要足够的钱, 就能让圈子里这些人见风使舵。 我确实蠢。 吴云, 我会安排你去别的电影, 班底还不错, 值得让你去试试。 她给我下命令。 禽手将门关上, 直接凑在她身边, 亲了她的脸。 活像恋爱里的小奶狗。 季小姐, 你别这么凶。 乌云前辈跟了你十年, 也是伤心了。 我走到她面前, 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狠狠地让她吃了一个苦头。 禽手这样的男人, 没有什么力气。 而我过去那些经验, 让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柔软的性格。 季银安就这么看着, 她似乎不介意我教训她的新欢。 像当初一般, 她还是最在意我。 我和禽手牛打成一团。 最后, 季银安见我发了狠。 往她的脸死揍的时候, 她拉着我的胳膊, 把我甩开。 我能明显感觉到腰撞上了桌脚。 我疼得直冒汗。 她哄着禽手, 宛如恋人间呢喃。 季银安今年三十五岁,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是她青梅竹马的发小。 听说, 家世和她旗鼓相当, 两个人恩爱非常。 后来男人去世了, 她再也没有对其他人入过心。 季小姐, 她太过分了, 我的脸, 我最近还有广告呢。 你让我怎么办? 禽手的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彷徨无措。 无助地看着季小姐, 好像走投无路的困兽, 看的人怎么能不心疼吗? 因为你个人原因, 违约不能如期拍摄电影。 违约金公司不会给你支付。 续签合同, 如果你有胆子, 你当然可以不管。 违约金三倍, 总共六千万, 我的存款六千万刚刚好。 季银安算好了我, 她要拿我给禽手开刀, 一把刀插进我的胸膛。 如果我有勇气, 我真想从十八楼跳下去。 可我不能, 我抓紧了季银安。 季小姐, 我, 我, 我说不出一个词来。 我知道她想听什么, 可我却说不出口。 等到她搂着禽手离开, 我垂下脸。 六千万, 十年我才攒了这么点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季银安, 不肯花她的钱, 也不让她大力地捧我。 我觉得, 她给我的够多了, 我都靠自己的努力。 经纪人钻进来, 她拉着我走。 下楼的过程里她告诉我, 季银安为了能换掉我的位置给禽手, 她花了一亿四千万。 这是从未有过的。 禽手那句话没说错, 我的位置她取代了。 我打开保姆车坐上去的时候, 禽手拿着冰袋, 正在敷脸。 她冷脸看我。 我的车坏了, 借你的用用, 不介意吧。 我转身要走。 乌云, 你以为季小姐那几年待你好, 是因为她真的喜欢你? 那几年? 是她只有我一个男人, 对我一心一意, 温柔备质的那几年吗? 是我为了她被绑架, 被殴打, 被锁在兵库, 差点被冻死, 为她挡了一刀的时候吗? 那时候我拍戏出车祸, 她连夜来找我, 被拍下来以后, 也不否认。 一度认为我要成为她真正的爱人了。 我回过头看她, 禽手掏出手机, 将一张照片放大了, 摆在我面前。 是婚纱照。 季银安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的模样, 青涩之鱼带着点甜蜜, 她身旁的男人风神俊蠻, 两个人温柔对视。 我很像这个男人, 太像了, 眉眼间的神情和他简直一模一样。 你哪来的? 我从未见过季银安的这些东西, 我见她都是在专门的公寓或者酒店, 从未踏足她的生活, 因为我住进了季小姐真正的家。 我不顾经纪人的喊叫, 回到办公楼, 直接上了顶层。 秘书拦不住我, 我此刻就像是个疯子一样。 季银安坐在电脑跟前看文件, 见我进来, 眉头一皱。 季银安, 你赢了, 还给你, 我不会再续约, 也不会再来找你。 我摘下, 我脖子上挂的戒指, 扔在地上, 叮当一声, 很轻, 轻到听不见。 像我那颗破碎的心, 悄无声息。 交完违约金以后, 我和公司正式地解约。 季银安在圈子里, 隐晦地提醒了那些人, 不要给我工作。 经纪人给我打了无数遍的电话。 最后一次接起来的时候, 他恨铁不成钢。 吴远, 这些年你的努力我看在眼里, 你怎么这个事情这么周, 不过就是一句软话而已。 季小姐不可能真的不管你, 随后, 他放软了态度。 我找人问了问, 季小姐还是希望你回去的。 这么多年, 他对你怎么样, 大家都很清楚。 那个禽手不过是仗着年轻罢了, 可是季小姐这些年, 只对你真的往心里去了。 他问我, 你那天到底对季小姐说了什么, 才会摸到了他的逆铃。 我想一想, 那天我和他在床上, 他情到深处地冲着我说喜欢我。 我当真了, 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 季小姐, 我们结婚好不好? 等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起身就走。 随后, 让我连夜离开了公寓。 走之前, 助理还来打扫卫生, 扔掉我所有在这里的常用衣服。 我才瞬间意识到, 我越界了。 他没有发火, 没有辱骂。 可正是如此, 才让我真正地兴朗。 因为这件事, 在心里一点波澜都提不起来。 反而会觉得, 这么多年的后代, 让我得寸进尺得分不清自己的位置。 当我手里钱所剩无几的时候, 经纪人毕竟和我相处了十年, 他不忍心, 给我介绍了一个宴会, 让我悄悄地去, 并且说, 圈子里还是有些人和季银安不算上朋友, 没准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我穿着低调的衣服去了, 却碰见了秦首和季银安。 这样一个小型的宴会, 他本不该来, 我躲在人群里, 听大家八卦。 那不是季小姐, 他也会来这样的宴会? 你不知道? 为了秦首, 他已经是季小姐真正成人的男朋友了, 圈子里都知道。 这次的宴会虽然小, 可是那位从港城回来的领导也在, 他可是有名的孤僻不好惹吗? 领导, 林周云, 这个人我听过, 他专攻文艺片, 晦涩难懂, 和商业主流, 但是电影一上, 现就卖得极好。 之前一直在港城, 刚回国, 我不能和季银安对上, 七拐八拐地走到了后花园, 就见一个女人, 正在亭子里抽烟。 她耳朵很灵敏, 黑暗里转头看我, 我对上她的眼神, 那目光像内涵巨大波涛的平静湖面。 这次宴会, 因为季银安我失败了, 逃难一般地离开。 我之前在拍戏里认识的一个副导演, 不顾季银安给我一个工作, 就是要求我去一个酒局, 死马当活马医。 可到了现场我才知道, 女人都穿着暴露, 那些大肚子的男人喝着酒。 这不是酒局, 这是鸿门宴。 我转身要走, 有人眼疾手快地拉住我。 哎呦, 吴先生别走啊。 副导演是个看起来四五十岁的中年女人, 她此刻喝了酒, 醉熏熏地抱住我。 我拼命地挣脱, 但沾了点酒的我, 浑身无力。 她的力气很大, 将我按在椅子上。 男闻的味道喷洒在我的脸上。 我歪着脸。 你以为我怎么能联系你? 季小姐已经不管你了, 你就跟着我。 我甩开她, 快步地离开包间。 副导却不依不饶地追出来, 她拉着我。 我进退两难之间, 她使劲地扇了我一巴掌, 打得我脑袋直接发猛。 随后她把我往包间里拖, 我不肯, 迎面见到一个人迎走过来。 是季银安,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还没近身, 她直接让保镖推开我。 我被导演往里面拖, 忍不住地回头看她。 她一个眼神都没给我。 快进包间的时候, 一个女人拦住我。 是那天在亭子里抽烟的人。 导演一看, 有人碍事刚要骂人的时候, 她直接将人打了一拳。 好飘悍的女人。 我已在墙上, 有些清醒过来, 还能走吗? 她问我, 面上没有任何情绪。 我点头, 我是林周云, 这是我的名片, 明天醒来联系我。 随后, 她随行地助理, 将我送回了家。 我和林周云就这么认识了, 她正在拍摄一部电影, 找不到合适的演员。 而我拿到剧本的时候, 说实话有些难受。 因为男主角是个贫困出生的人, 和我过去非常像, 那种自卑拧巴的心理状态, 让我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我看过你之前的电影, 说实话, 你不是一个天赋选手。 她拿出一个片段。 这个电影我是个男三, 角色戏份不多, 但是贫穷的那种感觉很对。 演员, 要么技巧可以融合所有的角色, 要么就是可以深情代入。 这部电影, 可以让你做到第二种。 我拍摄要求很多, 这是我, 第一部在内地的电影, 片酬不高, 是我试水。 如果合作愉快, 我会和你签约长期。 她给我时间考虑, 也没有催我。 我看了看合同, 没有什么隐形条件。 我没有犹豫, 拿着笔签下我的名字。 领导, 我之前的事情, 可能会影响你的电影, 你不担心吗? 我不放心地问她。 她轻笑一声, 我林周云还没怕过谁。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是自傲, 每一个字的神情都在告诉我。 她就是这样的人。 而我可以借她的手, 飞出纪银安这座牢笼。 果真和她说的那样, 她不怕纪银安, 因此, 我成为她的男主角, 可以安心地拍戏。 这部戏, 我拍了五个月, 待在噩梦般建造的破房子里, 成为男主角五个月。 这五个月里, 她不给任何人和我说话, 让我带入里面的人物。 杀青那天, 她带我去蹦极了。 林周云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 除了有些吹毛求疵一般, 她教会我一些走出人物的方法, 我重新开始付出。 我遇见了一个真正的波浪。 当我转发, 第一条微博的时候, 季银安和秦首要结婚的消息, 冲上了热搜。 我有些恍惚, 我从车上下来, 拖着行李箱回家, 我不会为这些事情难过, 只是心里空落落的。 我疲惫地从电梯里出来, 又闻见了, 那几乎要刻进我灵魂的幽香。 抬起头, 季银安穿着休闲, 袖口挽起来, 带着能抵我这套房子的项链, 最耀眼的是她无名纸上的戒指。 婚戒吧, 她和秦首要结婚了。 滚开, 我毫不留情地将她推开, 刚要按密码的时候, 她拉着我的手,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的眼睛。 行李箱脆皮啪哒一声躺在地上, 溅起了一地灰尘, 她的高跟鞋上沾了灰, 我忍不住地笑出声。 她这样的人就不该来这里。 季小姐这样的人屈尊降贵的, 来这样做什么? 我讽刺她。 啪。 她扇了我一巴掌。 你以为自己傍上了灵州云就能摆脱我吗? 吴远, 你的名字还是我给的, 我能给你, 也能拿走。 我眼神闪烁地看着她, 我很清楚, 她握着我的把柄, 但我不会让这件事成为她刺痛我的最后一把刀。 我没有还手, 不管怎么说, 她都对我有大恩, 更何况, 我不打女人。 她问我, 我和秦首的事情, 事出有因, 这件事以后, 你自然会知道。 我不在乎, 你结婚还是不结婚都和我没关系。 季小姐。 季银安, 你不懂吗? 我不在乎。 乌云, 你生气我清楚, 但我不过是让你学得更听话一点。 我还不够听话, 我忍不住地怒吼。 我还不够听话, 她要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去做。 我已经被逼疯了。 明立场我不懂, 要爱没有, 要钱, 往上爬就行。 别管是季银安还是林周云, 只要肯伸出手我都愿意。 等人走了以后, 我给林周云打了一个电话。 夜里十点, 我看着编辑好的微博, 狠心发送。 没有几分钟, 直接冲爆了热搜。 季银安能拿住我的, 就是过去那些事情。 而我自动爆出来了。 一个坐牢的妈, 一个那样不堪的过去。 我第一次见季银安这么气急败坏。 我正在外面拍摄广告, 见戏的时候, 他将车开到海边, 吓得大家都让开。 只有我一动不动站在那儿。 车头的气直冲我, 差点就能将我撞倒。 没人知道, 季银安年轻时候是个赛车手, 后来他接手家族生意, 所有的一切都被舍弃。 他成为一个上位者, 却再也失去那些快乐。 因此, 他发现我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是有些心情。 不仅仅是这张脸, 他发现了一个, 让自己能释放暴力的地方。 都给我出去。 他冷着脸, 能杀人一般。 他的身份没人不知道, 大家都见鬼一般地躲开了。 他将我拽进了车里。 吴云, 你好胆量, 真的好胆量。 你没想过后果吗? 我冷静地看着他。 季小姐, 这不是你要的吗? 你要我身败名裂, 再也无法出现在圈子里, 让我回到过去深渊的生活里。 他很清楚, 我多渴望走出去。 吴云, 这么多年, 你第一次认识我吗? 我会这么置你于死地。 我错愕, 我不懂他的意思。 他是在说自己不会。 秦首是秦家的私生子, 秦家手里那块地上一带就握在手里, 联姻是最快的方式。 当初我只是要借此打压你而已, 让你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心疼了一下, 很轻微。 季小姐, 我很清楚我的位置, 所以我走了。 如果你真的念在我根岸你十年的份上, 放过我吧, 各走各的路。 我忍不住地戳穿他拙劣的伪装, 捅开那层让我痛苦那层纸。 季银安, 你喜欢的是我这张脸, 是你死去老公的复刻板。 但我就是乌云, 不是别人, 我只做乌云。 他不懂我眼神里的痛苦。 我将从你那样的地方捞出来, 你拍拍屁股就想走。 找到下一家, 所以才这么急不可耐吗? 这个人的思维真的很粗暴, 不是喜欢他, 就是喜欢别人。 无非就是移情别恋, 才会造成这个局面。 可实际上, 我就是不爱他了。 是他叫我一次次的失望和绝望, 是他逼我走到这一步。 季银安来找我这件事, 被有心人发到了网上, 铺天盖地的辱骂。 更有甚者, 说我妈就是不要脸的贱人, 所以我, 才会做勾引人的生意。 说我爬床才, 走到今天。 我不知道怎么否认, 任由那些流言飞语淹没我。 林周云找到我的时候, 我差点灌死在家里。 我是个胆小的人, 因为喝酒太多, 被林周云送进了私人医院洗胃。 醒来的时候, 他就站在窗前, 听见声音, 以后才走过来。 迎着光, 像是圣母。 抱歉, 他是个一拳能干倒一个成年男人的野蛮导演。 可是, 他头顶有光环。 你一副看我和看救命恩人的模样, 不至于。 他和我开玩笑。 说来, 林周云今年才二十五。 其实他很年轻, 但是平日里挺严肃的。 乌云, 我很清楚, 那些事情一直悬在你的头上, 一把利刃。 可是人要学会正式利刃, 你不抬头, 难道它就不存在了吗? 我低下头, 这些事情, 十年如一日地压着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时候, 黑红也是红, 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 我不理解地抬头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帮我? 他只告诉我一句话。 说的时候, 他将日夜戴在手上的佛珠退下来, 放在我的手心。 因为, 你是我的谬思。 黑红也是红, 我的名气, 却因此比之前还要大涨。 我开始学会, 去接纳这样的自己, 接纳这样的过去。 电影很快通过审核, 不会在院线上, 但是可以登陆平台观看。 好评如潮, 过去我的演技一直都很一般, 只有和我本人贴近的一部分, 才能得到飞跃的发挥。 可这次有了灵周云, 我开始懂得演戏的魅力。 真的感受到成为一个演员, 是怎样一件事。 名利是我所求, 可我应该求得不仅仅是名利。 这个道理, 十年我才醒悟。 自从电影上线平台, 我的热度一路高走。 我挑了几部名气不小的电视剧《演男2》, 人设丰满, 还开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经纪人是我之前的那位。 他从季银安的公司脱离。 找到我的时候, 我没犹豫, 他很适合我。 我给自己打出了一片天地, 走得干净敞亮。 忙得很快了。 我拍摄手头最后一部戏的时候, 最近的新闻都是不少的公司破产, 包括那些豪门。 不少人都在唏嘘。 其中一些, 我在季银安的圈子里见过。 经纪人告诉我, 季银安短时间不会出现在京城了。 我没在意。 大概忙到了过年, 林周云飞去了港城。 他邀请我, 我没去。 我回到了老家。 第一次这儿八经地回去看看。 打开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没有想象里的那些破旧, 反而是焕然一新。 我愣住。 我妈无期徒刑, 不可能出来。 乌云。 熟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季银安穿着普通的休闲服, 手上拎着菜。 这里的门框矮, 他弯腰走进来。 熟练地将东西归位, 俨然一副自己家的样子。 我不知道, 自己意外的, 是他会在这儿, 还是意外他能这么贴合这样的环节。 过去他身处高位, 像是理所当然地俯瞰我。 我仰视他, 如今, 却显得我们, 是一样的。 我走进去, 坐在沙发上。 他被我倒了一杯水。 抱歉, 不请自来, 没地方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看起来很颓废, 全然没有之前的意气风发。 我没多问, 也不在乎。 我进到卧室, 拿了我过去的一些东西, 打算离开。 乌云。 他从身后抱住我, 滚烫的泪水, 滴在我的脖子里。 我是在做梦吧。 纪银安, 那位不可一世的纪小姐, 也会有今日。 乌云, 回到我身边, 你要的我给你。 我正脱开他。 没有回头, 他抓着我的手腕, 不肯让我走。 我只好面对他。 往日不可一世的纪小姐红着眼, 求我不要离开他。 我从他的眼睛里, 这才看见了真正的我。 我是乌云, 不是别人。 你从来都不是别人, 乌云。 我和秦首是逢场作戏, 我和前夫是商业联姻。 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乌云, 你的名字是我取的。 那一刻, 我终于有一件属于我的东西。 我冷笑一声, 甩开它。 我不是东西, 不管你怎么解释。 纪小姐, 我和你过去了, 缘分有, 但是不深。 我下楼以后, 看见了一辆熟悉的车。 是林周云。 他打着双闪。 我走过去敲窗户。 他降下来, 来接你。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我的心就开始放晴。 原来在我难受的时候, 有人接住我, 是这样的温暖。 纪银安又出现在了京城, 频繁参加各种酒局宴会, 他和秦首的婚事吹了。 那个男人当初和我要舞扬威, 最后还是失败了。 怎么说, 纪银安这样的人, 不爱任何人的。 我的其中一个电视剧上了, 是古装。 我长相片名艳行, 在里面又是个美强惨。 人设到位, 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林周云准备开一个电影, 而我是他御用的男主角。 一时间风头太盛了, 那些黑料就像是韭菜一样, 一查又一查地出来。 可不完, 我也不在意。 出席商业红毯的时候, 我挽着林周云的手, 有媒体不要命地问了一句, 请问, 乌小姐和纪小姐之前, 是什么关系? 纪银安最讨厌别人在外面传她的绯闻。 我刚要回应的时候, 林周云握住我的手, 当然是知遇知情, 乌允这个人一直和我说, 多亏了当年纪小姐对她施语援手, 要不然怎么能走到今日呢? 我微笑着, 进场以后, 我发现我的位置就在, 第一排, 是林周云。 他帮我安排的,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他对我的心意。 我以为那句谬思不过是玩笑话, 却没想到是真的。 纪银安的位置和我隔了几个人, 我平静地面对那些目光。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坐在休息室里, 林周云有事出去。 门被人推开我以为他回来, 回头冲他一笑, 脸僵住了。 是纪银安。 他走进来, 恢复以往的神情, 神态自若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 乌云, 你想要什么? 他问我要什么? 我皱眉, 没坑声。 名利, 曾经我给你了入场券, 如今你再次从别人手里得到了。 可是林周云的身份, 你真的知道吗? 他说过吗? 我不清楚, 这是网上虽然有苗头, 但和我没关系。 林周云是港城大商林市小贝里的小太美, 他之前顽劣不堪, 实在是太差了, 才被丢去了国外。 如今摇身一变, 来到了内地, 哄得你一次又一次相信他。 你以为他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吗? 在国外他花名在外, 是你这样的人根本不敢想。 我心惊肉跳, 面上却冷静如山。 季小姐更像是挖墙脚, 说这些话, 就有些背后捅刀子。 我拨动手边的杜鹃花, 新开的, 白色杜鹃花。 你喜欢玫瑰, 他不知道吗? 我这才回头看他。 你说错了, 我一直都喜欢杜鹃。 而且, 这花不是他送的, 是我送给他的。 听到这话季银鞍脸色一变, 发狠地走到我面前, 将花瓶摔在地上。 你被他鬼迷心窍了。 那也好过, 当你照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狗, 任你打骂。 你忘了吗? 三年前, 你完星大起, 将我后背烫了伤, 我去纹身。 还有两年前你家族变动, 我为了救你挡刀子。 那时候, 你怎么不像今日这么在意? 一桩桩一件件, 不说出来, 季银鞍就装聋作哑地觉得自己, 对我还不错了。 我要的是, 站在阳光下, 光明正大的做自己。 他将我死死地抱着我。 乌宇, 我可以给你名分, 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等我拿到真正的继承权。 他虽然已经是济世的总裁, 可一部分的权力还在上一代的手里, 他不能任性。 可是季银鞍, 我知道的, 你这样的人就该独坐高台, 不该下来。 我推开他。 你知道杜鹃花的花语吗? 永远属于你。 林周云的电影已经筹备完成, 而他在禁组之前带我去了一趟岗城。 那些各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将我之前的疲惫, 一扫而空。 我和他的关系, 日渐明朗, 但是却并不期待。 我更加自信, 我的事业和生活。 晚上, 他在里斯卡有朋友饭局, 带着我去。 这算是公开地承认, 我们之间的关系, 无需假意地面向网络, 可却是实打实地融进了圈子里。 他不在乎我的过去, 让我心里一暖。 只是这事情, 我没有打算公开, 但是媒体眼很亮, 拍下来发在了网上。 我没回应, 也没否认。 大家都算是知道了, 电影也正式地开拍。 网上那些人都在说, 之前有那位纪小姐捧, 如今这位港城来的小导演也捧, 乌云真的是命里带富婆呀。 我不可否认, 但是希望我以后, 可以用实力回应这句话。 拍戏拍到后面, 有一场车祸, 当时我不害怕, 保护措施都做得很好。 直到后面, 车祸来临的时候, 结果出现了微妙的意外。 拍摄的镜头非常真实, 因为我的车真的翻车了, 汽油烧出来, 差点就将我点燃。 我被急救送了医院, 林州云日夜守着我。 我醒了, 他送我的佛珠却没了。 等到我恢复身体, 咬着牙将后面戏拍完, 回到京城的时候, 在机场无数的媒体 打着闪光灯围堵我。 林州云因为片场 还有收尾没来。 吴先生, 请问您和纪小姐 是不是恋人关系? 她一个人去寺庙 为你求神拜佛 是不是因为你? 我很惊讶, 这是我不知道。 等上了车以后, 经纪人将网友拍下的视频 发给我。 纪银安穿着僧衣, 虔诚地跪在佛祖面前, 出来的时候还写了功德布。 有人专门去翻了那一页。 是我出车祸的那天, 网友发在网上, 她的毛笔字我也见过。 乌云, 11月12日, 祝她得偿所愿, 岁岁平安。 我回到家以后, 收到了一个快递。 打开以后, 是一串开了风的佛珠。 还有一张卡片。 乌云, 我输了。 两年后, 爆破, 电影上映, 成为我最爱的一部代表作。 票房文艺片, 史上最高。 我和林州云, 成为大家口里的神仙眷侣。 名利双收。 我光明正大的, 和她接受采访。 有人问, 林导, 你为什么会认为, 乌云可以成为你的谬思? 毕竟她早些年不算很红。 其实演技也很一般。 这事情我也好奇, 她一向不肯直言。 这次却大方地告诉了所有人。 15岁的那年, 我见到了她18岁的一部小电影, 烂片制作。 可她那副眼神, 过境千番仍然有光的模样, 却映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一下就爱上了电影这个行业。 它或许不是大家眼里的完美, 但却是我心里最独特的存在。 是爱和希望的化身。 我有些不好意思, 电影提名了最佳影片, 而我也是最佳男主角的有力竞争者。 我和禽手时隔四年, 在电影节相遇。 这年我32岁, 她24, 却没了当初的剑拔弩张。 吴先生, 恭喜你。 她的话听起来还蛮真心实意。 我也就回了句善意。 要坐下来的时候, 她悄悄地说说, 季小姐已经不能再回来了。 你那个富婆女友是个好手段。 我不解得看着她。 她笑了笑, 你还不知道吗? 林家吞并了季家大部分的资产, 季银安转移到了海外, 不可能再回来了。 我没说话。 灯光一暗。 新一届金贵最佳男主角是谁呢? 主持人打开卡片。 灯光一亮, 后面大屏幕赫然是我的脸。 视频里。 我站在黑暗里, 手上沾满了血。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男人, 被拐骗到了国外, 凭借自己, 杀出一条血路。 让我们有请爆破的男主角饰演者, 乌云。 台下掌声轰鸣。 十个四年, 我终于站在了讲台上。 拿着沉甸甸的奖杯, 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我看向林周云。 说完获奖词以后, 我好似在后面看见了季银安。 等再看过去, 以后就没了。 大概是我的错觉。 获奖以后的下个月, 是我和林周云的婚礼。 在岗城, 这里是她的家乡。 而我已经没有父母。 我很感激她, 给了我一个家。 在婚礼开始前两个小时, 经纪人突然找到我, 她面露交集。 季小姐来了, 但是她现在不能入境, 否则会出大事。 我眼皮一跳, 刚准备给林周云打电话的时候, 有人推门进来。 我回头, 季银安穿着婚纱, 走进来。 她大步走到我面前, 无视这些人惊恐的面容。 我想和你说最后两句话。 最后, 我给她五分钟的时间, 所有人都被经纪人弄出去了。 我无动于衷坐在那, 她就这么看着我。 直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她的一滴泪落在地上, 砸中了过去的我。 你应该知道了, 我不能再回到大陆。 嗯, 这事, 我其实从头到尾都很清楚。 林周云问过我, 用不用手下留情。 林周云这人对你确实很好, 她比我更适合你, 有缘无分。 等我想给你名分的时候, 已经不够资格了。 她这话说得没错, 名利是我过去所求。 可如今, 我懂得, 有些事情比名利更重要。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婚礼开场, 我挽着林周云 接受众人的祝福。 在走到台前的时候, 我余光看见纪盈安 站在角落里鼓掌。 我微微一笑, 我要去迎接我的幸福了。